《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3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864期 今天的节目呢 我首先带大家回一个场景 也就是三年前啊 2019年香港发生了反送中运动 那么那一次呢 香港反送中运动呢 是激起了香港人民几乎是所有民众的支持 最高一天上街都有两百多万 也就是香港民众总共有七百万嘛 那么除去一些老人啊 儿童啊 未成年人啊 就是无法上街的 真的能走上街头的人 几乎也就是二三百万人 因此对中共的这个抗议 对香港民主和自由制度的维护 香港民众几乎什么 几乎是所有人都在什么 都在对中共发出他们的抗议和怒吼 所以说这场反送中运动呢 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海外华人 尤其是海外生活的香港人 几乎都在全球各大城市呢 都举行了深远香港的这场反送中运动 就是各地的集会非常多 那么这个集会的现场呢 有大量的中共呢 他大使馆派出来的小粉红 来干扰破坏这些集会活动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当时无论在旧金山 在洛杉矶 在华盛顿 以及在悉尼 在伦敦 在全球各大城市里面爆发的海外华人 海外香港民众 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集会场所呢 小粉红们集体去破坏 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什么 他们喊出的口号最多的是什么 除了喊臭你妈 就是喊什么 你妈死了 所以这句话 你妈死了 我觉得今天的小粉红呢 不知道这些小粉红 他们的妈呢 是不是真的死了 但是至少他们这句话呢 可以对习近平喊了 就是告诉习近平 你妈死了 那么习近平他妈是不是真死了呢 现在网络上都不断的传说 齐心这两天挂掉了 也就是病毒来清 尽管齐心作为太后级 也就是中共把最好的医疗资源用在他的身上 但是病毒不认人啊 你这个医疗资源好没有用啊 还要你身体本身有抵抗力呢 所以说呢 习近平他妈死的这个消息呢 现在是不进而走 在国际媒体上广为传播 不管他妈是不是真死了 但是中共现在大量的这些名人啊 高知啊 包括中共的高官不断传来死亡的消息呢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密集了 也就是除了我们在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看到最近就是最近这一个月啊 连续发布告 死亡的这些教授高知呢 至少是清华北大 每个学校都有几十个 那么还有很多大量的名人死亡呢 网友都总结了名单 最关键是赵家人死亡了很多 也就是高知呢 他往往即使是院士合作麻这样的院士 也没有享受到副部级待遇 只是可以到干部门呢去看病 但是你没有这个级别 没有享受到副部级待遇的话 那显然很多资源你是用不上的 所以知识分子呢 他只是比普通草民呢 他们的这个资源多一点 但是并没有什么特权 而赵家人就是党国政厅以上或者是省部级官员 他们是享受党国特权的 但是享受党国特权的这些赵家人不断也有人死亡啊 根据网友去公开统计的中共现在副部以上的高官 就在这几天就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之内 密集死亡的人就有哪些人呢 由中共江西省原来政协主席叫朱志宏 由承认中共大将数据的秘书 国防大学的高级干部叫菊开 原中共国家提改委副主任叫刘吉 中国电影艺术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陈锦亮 原中共四川维尼轮厂党委书记 享受副省级待遇的叫赵景山 中共四川省委员常委员副省长叫刁金翔 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员副司令 叫刘双全 这些人全部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 这些人通通就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就刮掉了 那么也就是这些人通通都是党国的高官 他们都享有特权 享有中国一流的各种医疗资源 这些人仍然扛不住嘛 那这个病毒来世很凶啊 你觉得还是原来的那个奥密克戎吗 尤其是传说习近平他妈死了 根据自媒体的一个叫江光宇 他报道就说 齐星昨天已经在301医院挂掉了 虽然这个信息还要等待进一步确认 但是按照江光宇讲 他的消息来源的这个可信度很高 那是不是齐星死了 北京啊会有哪些变化呢 通过一些蛛丝麻迹来分析出来 抱同的女儿叫抱歉 抱歉就在昨天发了一个推特 他说他突然发现 京西宾馆的这个灯啊亮了不少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房间的灯都亮了 这个呢很反常 因为什么 京西宾馆是中共开党和国家高级会议时候 才启用的代表住宿的这个宾馆接待的住宿地 平时京西宾馆只有每年三月份开两会期间 或者是在十月十一月开党代会期间呢 才会有大量的外地的津津代表入住 平时都是黑灯下火的 他是专门被党国保护起来的 普通人里没资格随随便便坐到京西宾馆去的 那么这次二十大开完以后 京西宾馆本来就是黑灯下火 后来江泽民死的时候呢 曾经这个里面亮了一个礼拜左右 因为江泽民死毕竟有很多江泽民外地 赶到北京来参加调研活动的人 他们可能住在京西宾馆 那么随之京西宾馆就应当是黑灯下火 但是昨天晚上客房突然亮了 而且有三分之一的房间都亮了 那么在联想到前两天传闻的 就是301医院他附近所有的这些车道都损卸不通 完全被堵住 那么这个里面肯定是发生事了 那发生什么事呢 习近平他妈死了会导致301医院 所有的这些车道都堵塞吗 这也有可能啊 而且京西宾馆那么多房间亮了 也有可能是习近平的这些姐姐啊 他的齐乔乔 齐佳佳 他姐夫邓家贵 吴龙啊 他弟弟薛远平啊 他侄女张艳南 这些人都赶回北京送账来参加老太太的这个身后的事 习远平要把老太太移送到这个陕西蔚南 然后跟习东勋合账 那么这个要办伤事很有可能他们都住在京西宾馆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按照这个江刚宇所报道的 说是蔡奇会担任齐新老太太的智商委员会主任 那当然了 习近平现在是国家最高君王 那么老太太死的话 派出政治局常委来担任智商委员会主任 也就是为了佩特上习近平他这个皇帝儿子的级别 那么齐新呢 齐新实际上早就该死了 他已经96岁了 尽管医疗资源 他可以讲是拿中国最顶级的医疗资源给他用 他的医疗资源可以讲 是跟江泽民享受一样的医疗资源的 但是你医疗资源再好 还要你自己扛得住呢 也就是你身体扛不住 在病毒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阎王要你三斤死 就绝对不会让你活到五根 也就是老天爷要收你 管你生前有多少尊贵荣华 也就是在死亡面前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在病毒面前 所有人也是平等的 齐新死不死不重要 因为齐新死又不代表习近平死 也就是齐新死了 如果把习近平一块带着死了 那可能对中国会产生新的政治变化 光齐新死了 习近平装磨作羊某个两把类 他又开始挖背中为力量了 但是呢跟普通草民比像齐新啊 以及刚才我讲到的中共那么多省部级官员 他们的死亡呢 那么就是显示出一个巨大的问题 也就是这些人 他们都有相当优厚的医疗资源 这样的人群都开始密集死亡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至少现在说明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的这个病毒啊 它绝不简简单单是放开前的奥米克戎 就是奥米克戎是不会产生大面积死亡的 尤其是不会影响到医疗资源非常好的 他们这种省部级以上官员享有特权的人 他们也纷纷大面积的死亡 所以从目前这个毒株呢 它已经变异 它绝不简简单单是原来的奥米克戎的毒株 这一波的感染 它本身这个感染性 它的严重性 它的死亡性 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在放开之前 做核酸啊 进方舱啊 已经那时候严控的奥米克戎了 完全已经不是这种毒株了 所以呢 这是能显示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可以看出 全社会的医疗挤兑呢 现在已经向众生蔓延 就是影响的人群已经从普通的普罗大众 到高知到精英阶层 最终什么 最终上升到国家拥有特权的这些省部级官员 这些造假拥有巨大社会资源的人 他们现在开始也供不上了 也就是整个社会里面的这个需求和供给呢 已经完全失衡 而随着这个毒株的不断扩大 死亡的人数不断的增加 这一种失衡呢 还会继续加剧 并且对于各大医院 全国各个医院来讲 现在都是什么 都是人满为患 都是医生们不堪重负 都是大规模的死亡 让你看到是触目惊心 很多医院的急救室 根本就没有呼吸机 或者是即使有呼吸机也没有病床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把患者都把他送上床去急救 我们看到的照片都有的被抢救者 是躺在地下身上藏在那管子 像这样的人你觉得能救得过来吗 而即使是救过来这样的人 他还能活多长时间吗 医院不堪重负是这样的 殡仪馆也是这样 殡仪馆里面密密麻麻的这个死人 棺材都来不及烧 所有的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都不堪重负 24小时在工作 但是央美呢所有的央美中国的官媒都在报道 美国有多少人死 欧洲有多少人死 从来就没谈到中国 现在发生到大面积的感染大面积的死亡 而过去一贯为共产党抬轿子吹喇叭的这些国事 就是包括中国超越论的发明者叫胡安刚 胡安刚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一筹莫展了 他在这个被他自己称为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中国的土地上 遇到了他无法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他老岳父就死掉了 他老岳父死根本没有殡仗车把他往火葬场去送 他老岳父的遗体只能坐在他自己开的私家车上面送往八宝山 他目前唯一的要求就是他老岳父能够单独火化 他说他老岳父是获得共和国殉葬的老党员 他们不打120是打了一个小时才接通 等到把他老岳父送到医院CTE造他老岳父的肺部 他肺部已经四分之一是白了 所以说呢最终他老岳父还是死了 那么目前来讲呢 胡安刚最大的要求就是把他老岳父呢是单独火化 这个话好多老百姓就不太清楚了 什么叫单独火化? 也就是至少他老岳父的骨灰是给他和他老婆呢 能够是取得他老岳父个人的骨灰 那么也就意味道其他的尸体是混合火化的 也就是你拿出来那个骨灰盒里面抱着的灰 不光是你的亲人甚至可能没有你亲人的 也就是现在活动场来不及烧 几具尸体捆在一起烧 完了烧完了一个骨灰给每家盒子里面倒一点 至于你拿着这个灰 你怎么验证这个灰究竟是你的亲人还是其他人呢? 你对着这个骨灰盒照样是嚎啕大哭啊 也就是胡安刚了解你们这个内情 他要求就是给他父亲 这个所谓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这个老岳父 一定要什么?要给他单独火化 这就说明中国是多么的草菅人民 中国是多么的不懂得尊重人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连死了以后骨灰都拿不到是全部的灰 都跟别人弄的是混合灰 这对死者的家属他们未来的击败是多么大的一个刺痛啊 但是中国这就是这样啊 这就是中国社会啊 胡锡进天天为共产党称赞歌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天天歌颂党和国家这么伟大 美国这么水深火热 那么现在胡锡进倒了 赵立坚的老婆在网上不断的求医求药啊 说是没有药啊 胡锡进就说他自己在自己完全是没有办法康复的情况下 他忍着痛把他自己的药拿出来一板剪下了四个送给了邻居 而恰好赵立坚的老婆就说是邻居送来了四颗药给他剪了燃眉之急 也就是这两个人看来是眉来眼去啊 你隔壁老王不一定是老王的嘛 是老胡啊 所以说赵立坚也好胡锡进也好 都是为体制上赞歌的人 但是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军 照样是打到你胡锡进打到你胡万刚打到你赵立坚头上 而网络上面呢网络上面很多人继续为共产党抬轿子 就是现在网络上不断有人抬杠 说现在的失控 现在大量的羊大量的死亡 都是你们白治革命闹的 所以你们白治革命才是导致现在大面积的感染 大面积的羊大面积死亡 你们才是造成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 当然了讲的话肯定有很多是五毛 是奉党的旨意来做这个事 也有很多自干部 他们莫名其妙自己就充当党的嘴骨手充当党的搭手 然后呢给白治革命去泼脏水 他们的理由不就是说 现在大规模的羊大规模的死亡是放开的结果吗 是你们白治革命闹的哇 那么现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羊大规模的死亡 跟白治革命有什么关系吗 是白治革命闹的吗 我就问你们几个简单的问题 大家每个人在这几个问题上思考一下 你就知道现在大规模的羊大规模的死亡 跟白治革命它放开之前的那些病毒 和放开之前那个风控有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想一想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在白治革命期间 卡塔尔世界杯就已经开幕了 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全世界有几百万的球迷 都飞到卡塔尔在一起集体观球 你有没有听说过卡塔尔世界杯 这个上百万的球迷看过球以后 有多少人大规模的羊群 有多少人大规模的死亡 有多少大规模的这个感染 奥密克戎有没有把这些人全部放倒 这些人看完球以后 然后就一病不起 不是你进ICU就是他上了呼吸器 或者是大面积的死亡 你有没有听说过全世界哪个国家 现在能找到跟中国目前发生一样的病毒的毒素 全世界都没有吧 为什么只有中国有呢 而卡塔尔世界杯是不是跟白治革命是同期开始的呢 第二个也就是三年动态清零阶段 很多人都被拉去方舱 成千上万个方舱度过的人 他们在方舱里面又是唱歌又是跳舞 可以讲个个活蹦乱跳吧 方舱里面的人有阴的也有阳的 如果是像现在这个病毒 这个毒菌的这个能力的话 那方舱里面的人 你觉得有人能活得出来吗 还在那宰歌宰舞 还在那个歌颂 方舱里面日子过得多么愉快呢 在方舱里面死可能都来不及 烧都来不及 你觉得方舱里面 你看到过任何一个方舱传出来的画面 有像现在医院里面和活葬场传出来这样的画面吗 说明当时在三年风中期间 在方舱里面的人根本基本就没事儿 那个奥米克戎给别人最多带来的就是一个大号的感冒 完全没有像现在这个毒株直接是攻击你的肺部 造成你大量的人员的这个肺都是白肺 完了以后什么 完了很快就是呼吸衰竭就死亡嘛 所以说三年动态清零的方舱和今天的社会上 我们看到的医院里面的现在的这个病患的效果 那是同样一个病毒吗 第三个就是在当年三年风控的时候 莫名其妙就是被别人说成你是无症状感染了 所谓无症状就是没感觉到你身上有任何毛病啊 既没有咳嗽也没有发烧也没有感冒 就是莫名其妙就被别人拉去隔离了 要么拉到方舱了要么拉到隔离点了 要么被强行锁在家里了 所以说说你是无症状感染 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规模的这个阳性看不到所谓无症状了呢 你去了解一下你现在所认识的人 或者你知道的家人他们现在已经染上阳的 他们现在已经阳了以后的他们哪一个是无症状 他们各个都是症状非常明显 要么感冒 要么流鼻涕 要么咳嗽 要么发烧 要么是呼吸急促 要么甚至是呼吸衰竭 到医院要赶紧抢救 所以说现在的症状你觉得跟放开前的那个奥米克戎 还是同样一个病毒嘛 事实放在这里嘛 也就是现在的病毒和放开前的病毒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不要把脏水扑到白纸革命上面 白纸革命当时发起的时候 是因为老百姓被三年封控三年限制自由 他们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因为他们自己知道没什么毛病嘛 没什么症状啊 你隔离来隔离去 你隔离后和隔离前 对老百姓个人的身体没有什么状况变化 唯独就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嘛 所以说这是白纸革命之前 当时全国上下它有个普遍的状态 而为什么一放开以后 现在大量的一个病毒就来了 这种病毒来世是非常凶猛的 马上就导致了大量的羊大量的死 而这种病毒它来的这个凶猛度 跟当初武汉病毒是非常非常像的 也就是大家回顾一下 自从武汉病毒到现在一共三年多 最初武汉病毒出发的时候 那时候病毒是相当凶猛的 武汉也是大量的死人 火葬场也是来不及烧 那么随后呢这个病毒被抑制以后呢 基本上这三年呢都是老百姓被进入无锈无止的检测 无锈无止的风控 无锈无止的限制自由 无锈无止的社会停摆 那么在老百姓根本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影响的情况下 你刻意的限制别人自由 而且一下子就长达三年 让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完全是接不上了 所以说老百姓到了走投无路的阶段 才会爆发出白纸革命啊 而白纸革命当时喊出的口号是要你习近平下台 还是要你共产党下台啊 不是喊的就是你马上要你整个大规模的放开 放不放开是你习近平想要放开 因为你知道不放开不行了 不放开老百姓的白纸革命要上升成颜色革命了 所以说最终是共产党决定放开 但是共产党放开 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放开以后 就让你们老百姓证明你们白纸革命你们闹成功了 放开以后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而这个代价就是现在大规模的死亡大规模的阳性嘛 那么这种大规模死亡大规模阳性 你觉得跟奥米克戎一样吗 奥米克戎在全球撕裂的时候 你在哪个地方看到有大规模的阳性大规模死人的呢 很显然现在是被释放出了新毒株 那么这个新毒株为什么在一放开以后在中国立马就流行 我觉得共产党心里面最清楚 也就是这个毒株从哪里来的 你只要回头看看武汉 武汉的病毒是哪里来的 现在的毒株就从哪里来的 共产党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因为只有你们老百姓大规模的感染 大规模的死亡 大规模的社会恐慌 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消除你们当时要搞的白纸革命啊 才能够让你们证明 习近平搞的三年动态清零是多么的正确啊 才能证明你们老百姓就是应该被党国灌在家里面嘛 才能证明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病毒清零派 战胜了以李克强汪洋为首的病毒共存派 所以说韦光正永远都在习近平的手上 韦光正永远都要拿出来证明 他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是正确的 哪怕习近平他妈死啊 习近平也要去证明他妈死的也很正确啊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中国的官媒要号召党员干部要带头养啊 他们要带头养也就是让所有的阳性要传染给整个社会上所有的人 那么传给你们这些人就让你们的身体来扛了 看你们能不能扛得住了 这种扛不住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嘛 为什么现在死的大部分人都是六十岁以上 尤其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 而且密集死亡的很多都是高知啊高干啊 对于党国来讲这些人早点死党国能减掉很大的负担的 你要知道一个副部级官员一年要享受党国 多少待遇要拿走多少银子啊 一个副部级待遇至少一年他个人从他的生活费用 享受的各种资源享受的各种医疗 一个人最起码一年要搞个几百几千万的 所以说这样的副部级官员多死掉一年有什么不好 他们都八九十岁了他们能给党国创造什么贡献 这些老教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已经八九十岁了 他们还能讲什么课能创造什么价值他们干净死 否则他们每年党国在他们身上也要花费几十万几百万的 所以说呢整个这次大规模的洋来洋去最终就是老年人死亡的非常多 普通草民死那就不用讲了 草民里只能领一点基本的社保领一点基本的医保 至于这些高官这些高知以及那些知识精英阶层的这些老教授 老专家们死亡他们死了以后党国可以减掉很大的负担 所以共产党是乐意这样做的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七老八十这些人都是白领党国的福利 他们早点死党国早点减轻负担 至于像胡锡进胡安庄这样的人 虽然他们被无产阶级钻轮铁拳打得必行连走 但是他们不会避嘴的 他们仍然会继续证明中国超过了美国 证明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的无比正确性 所以说习近平这次号召全国人民都养 他又弄了个新外号叫西洋洋啊 也就是习近平的西洋性的洋跟这个西洋洋是谐音了 为什么老百姓现在要给他弄了一个新的外号 因为习近平现在就在号召党人干不要带头洋嘛 习近平他跟你讲我已经洋过了 二十个机场会议和爱卖国会议的时候 他跟港首李家超在一起密切接触 李家超回到香港就被诊断出洋性 那么习近平跟他是密切 所以习近平也洋了 所以习近平已经是洋过 现在已经算洋康了 那么既然我习总都已经洋过 现在变洋康 你们现在还没有洋过的就赶紧去洋 洋过以后就看你能不能洋康 你没有康你挂掉挂掉你就为党国做贡献 所以习近平现在就号召党员干不要带头洋 因此老百姓你对你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 所在社区的领导 你仅仅能接触到的共产党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 你都要求他们带头洋 不洋就没有响应习近平的号召 洋了以后你就等于是洋过了 那么洋过以后就看你能不能洋康 如果洋康呢你就继续为党国卖命 如果没有康就挂掉了呢 挂掉也是为党国做贡献 所以说老百姓现在眼睛要盯着党员干部 因为习近平现在号召党员干部先洋 因此你们先洋起来 但你们洋完了以后看你们死没死掉 你们死掉了为党国做了贡献 你们没死掉你们再来跟老百姓去要求老百姓去洋 就是习近平的号召就是能洋尽洋 能死尽死早点逼国高峰 然后我们就开始恢复生产 我们就大官开丧了 也就是大官开丧之前 让党员干部先洋一次 让党员干部先死一批 追随习近平他妈 让老百姓一起对着你们喊 你妈死了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